三台真的会共存吗 中台狼恩增强 青台卡鲁不等 飓风躲拉变速啦 今天依然受西南风的影响 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南部局部大雨或豪大雨 雷击及强震风 中午过后呢 全台都会有雨哦 没有下雨的时候 天气会很高温炎热啊 中午前后 花莲县地区会有陈设灯号 会出现36度的高温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寒蓝雨绿岛 以及恒春半岛沿海 会有长浪发生 在北部的龙洞附近 已经观察到2.3米的高度 韩国的朋友 你们关心的青渡台风卡鲁 早上8点 中心位置在北纬34.7度 东京128.7度 也就是韩国全罗南道 155公里处 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 十级风向北北溪进行 中心气压至980百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5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3公尺 早上9点钟左右 他已经爬上韩国去旅游 不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预计中午就让他吃消风餐 吃完当然就会虚弱啦 要去日本的朋友 关心的中台蓝恩呢 早上8点钟 他的中心位置在 北纬的25.1度 东京143.9度 也就是在神奈川县 横宾市南偏东约 1220公里处 正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进行 十二级风哦 中心气压至970百帕 却是以5到10公里的速度 软慢的游移啊 强度也逐渐的在增强当中 了不起的重大启风 朵拉呢 继续的向西 穿越了北太平洋中部 没有受到切变的影响 还受到了略微的温暖海水维持 预计朵拉呢 将在今天或者周五的时候 向西北运动 跨线而来 但是卡努应该无心等待他变成苏拉 直接会让三台共存的气象专家们输了 让我们继续台风追追追 享逢知识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